映竹虎泪将故事云然 宫墙灯花落独饮平烂 千朝生世华卷里谁在嘀喃 呼唤我名字已成完 每晚来上那么一宫 不怕这个老东西不死 真乖 雁明不在 你还算是个不错的下手 今天可真是破了你的福 吃了这么多好吃的 比宫里的膳食还要美味 雁明小心那个人 我在他身上闻到了蛊虫的味道 不能让他就这么走了 素酒你先跟上去看看 我马上就来 又把小爷当跑腿的 待会看我放在你身上的红绳行动 哎呀就知道你最靠谱了 我马上就来 我有点东西落在将军府了 我和圆堂回去拿 要不然往返这一趟就赶不上弓箭了 那你呢 你们回不来怎么办 小姐 不用担心我 你回去说不定还能帮我打个圆场 我要是天亮以后还没回来 你就去找玄狱 你就在此处等我 我有个地方要去 不方便带你 记住了 天亮我没回来再去 别再把他吓到了 不 那小姐小心点啊 少年少年 跟着我做什么 谁派你来的 你又是用什么办法追踪我的 鼻子 我鼻子特别灵 你身上有气味 我才一路跟上来的 不信 你可以去问鬼灭人 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鬼灭人 我凭什么相信你 你不信可以把他找过来对峙 你 你干什么 你不是要求对峙吗 我这就带你去 说说吧 你和鬼灭是什么关系 让你来跟着我们做什么 主上说你们在这边人生地不熟的 叫我多照顾照顾你们 另外顺便看看蛊虫现在的进化程度 好啊 我这股还从没进过女人的身体 这个不好吧 若是被主子知道了 怕是要找姐姐的麻烦 苏九 你快想想办法 要是被这虫子咬上 咱俩都得玩 哎呀 这不是正想的吗 你别急啊 接到信这么快就赶来了 难道是小青人 吃到苦头 吃到来找我了 所以 你这是承认这是你的人了 我现在就带他走 以后见到我的人 麻烦绕着点 又再帮他查案 属下没有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你现在武功尽失 我也指望不上你别的 能自保就好 自保倒不成问题 主上之前不是有任务要交给我 我就这样一直闲着 自然想找点事情做了 等有朝一日我成功之时 嫁给我 就是你的任务 嫁给你 你 不愿意 当然愿意 主上 也是一早就看上我的身份吧 你既然知道 就保住自己这条命 鬼灭人和玄狱终究是不能共存的 到时候我必定要做一个选择才行 主啊 是什么急事非动有内力不可 没事 明日君王府的人上门 今晚把人撤出去 尽量别让人抓到把柄 他们现在不过是在试探我罢了 偶尔有些日子没回家 我便派人去寻 结果在郊外 发现了马夫的尸体 那尸体死了也有两三天了 这事也怪我 若是早点发现不对 殿下 下官就那么一个儿子 还请殿下帮忙找找逃儿 圆外莫要多理 是我的失职 让凶手逍遥法外了这么久 师兄 如果中了谷 还有生还的可能吗 为什么忽然这么稳 就是有些担心和好奇 按照常理来说 存活的几率还是有的 不过要看谷的种类 那如果中了谷 取出虫体 是不是就能救 没尝试过 不过我愿意尝试救他们 毕竟救人一命 生造七级浮屠 你那么厉害 一定能行的 方才蔡大人说 车夫是在城外死的 说明他们还没有进城 我记得城外 有几处客栈来着 客栈 那可不是很好的藏身之所 也有可能 越危险的地方 越安全呢 婴儿说的不无道理 我会安排人去搜查的 你们快回去吧 你怎么这么快 就赶我们走了 容奇 麻烦你送他回宫吧 好吧 参见父皇 参见皇上 你们倒是来得巧 快来尝尝淑妃的手艺 哇 都是寻尝小菜罢了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可惜墨儿不在 他在就好了 陛下感染风寒 怎么还没好 可乔国太医 不碍事 其实朕老了 身体恢复的 没有以前快了 没什么事 可乔国太医 我号研 我号研 没有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